大家好,欢迎收看MKC新闻,我是后宜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 小型企业如何善用政府资源来提升训练能量 对于小型企业而言 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资源较受为限制的前提之下 提升资源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善用外部资源 在外部资源里最普遍的方式就是申请政府部门的专案计划 我们整理了几个政府部门对于教育训练补助的相关计划 如果您的公司符合以下条件 提供您作为申请补助的参考 第一个计划,企业人力资源提升计划 主要是用在鼓励企业自行办理训练提升人才力 条件是具有设立登记许可的企业 人数在51人以上 50人以下必须具备TTQS平和通货 补合者即可申请 进行自办训练补助 公司必须自行提出计划书 减送主管机关来审查通货 才可以获得训练补助 每一家企业最多可以申请到95万 第二个计划 小型企业人力提升计划 主要是协助缺乏自己办训练的企业 来进行教育训练 条件是公司人数在50人以下 申请后将由专案办公室来提供辅导服务 透过顾问的诊断规划 厂商将无需自行撰写计划书 之后将提供并提供训练服务 透过训练单位来办训 厂商将无需自行安排课程以及讲师事宜 统筹将由训练单位来进行承办以及核销 每个训练计划案的训练课程总费用 上限为以10万元为原则 第三个就是青年就业期间计划 条件是具有设立登记许可的单位 包括民间单位、社团、组织、学校等 有相关用人需求以及计划 只要是聘请的人力符合15到29岁的青年 就可以来申请计划 人力补助每个月最高为1万2千元 可以申请的训练人数不得超过全公司的25% 第四个计划是充电起飞计划 这计划的内涵原则上和第一个企业 人力资源提升计划相同 是以受ECFA冲击的产业的厂商为补助对象 补助额度也相对的提高 个别企业最高可得250万元的补助额 第五个计划 产业人才投资计划 这个计划的训练课程都是以外部的训练单位所举办 所开立的相关课程都可以由计划网站来进行搜寻 公司可以针对想要安排外训的同仁进行派训 补助的额度为80%到100%或者是3年7万 而在计划的申请对象则必须是在职的劳工个人 所以贵单位如果属于50人以下的事业单位 在资深的训练能量以及训练的资源比较不足的情况之下 前面两个企业人力提升计划是可以积极争取的 在政府的计划当中针对教育训练的补助 目前是以劳动力发展署所规划的计划 是属于常态性以及常年性 基本上每一个年度必须重新申请 申请的期间一个个计划公告为主 而且每一个计划在计划网站上都会提供相关的资讯以及表单 可以提供下展 只要将上述的计划名称在搜寻网站上检索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网站 每个年度如果计划有所调整或改变 也可以在劳动力发展署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检索 网站上针对教育训练的补助 都会有相关的因应计划以及资源 可以提供企业单位来进行申请使用 所以如果公司觉得政府的计划 总是繁琐不易申请 或者是公司没有相关的教育训练预算 上述的几个计划 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敲门砖 如果您对于教育训练补助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 来了解详细内容 或者是上MKC网站来阅读本文 来了解各项政府补助的申请细节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后宜 我们下次见 拜拜